蹦蹦蹦蹦 蹦蹦蹦 蹦蹦蹦 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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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啊為什麼沒有播 馬三一代2.0 彈速抖動什麼原因 兩個啊 一個是節氣門 一個是彈速馬達 又或者是他的考 baba потому 所以你要去檢查一下 歐系跟日系底盤的差別 我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人家說歐洲車的底盤好 其實不是只有單純底盤的問題 其實有時候你會發現像有一些日本車他也是用多連桿 然後你有一些歐洲車他底盤也是用多連桿 那為什麼一樣多連桿開起來還是覺得說 為什麼會覺得歐洲車的底盤會比較好 那我覺得很大的一個原因因素是因為 車體剛性 車子第一個鋼板的厚度啊 還有他的折線 你不要看車子齁 車子有時候我們都會看他的造型有沒有 然後我們去嫌說什麼車做的漂亮什麼車做的不漂亮 其實他們的每一道折線都有影響到車子的剛性 還有引擎蓋上的折線 都對剛性有影響 所以說除了底盤的差異性以外啊 我覺得剛性也很重要 再來一個啊 可能年輕人比較沒聽到啦 有一點年紀的 可能會聽到什麼叫 以前日本車喜美有沒有 要去跑這個賽車場 以前的龍潭有沒有 到後面的大鵬彎有沒有 為什麼他們都要去做一個叫做全車點焊 我們之前常常在叫 教大家看車 你把車子門框的膠條拆下來以後 你會發現旁邊有一點一點圓圓的 哦那個是原廠的焊接點 哦圓的 那那個焊點的密度哦 如果下次你們有機會你們去比較 其實這個歐洲車的那個焊點的密度比較高 好全車的這個點焊的數量啊 他們叫做support點 這個點的數量比較多 那因為鋼板跟鋼板的接合 你兩片板子要接起來 你點一點 兩 跟點兩點 跟點四點 基本上他接合強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 我覺得 為什麼說歐洲車的底盤比較好 我 我們除了 要講到配重的問題 我們除了要講到底盤形式的問題 我們除了要講到車體剛性 還有車體結構 鋼板厚度 我覺得都會影響到你開起來的感覺 甚至說 方向機的設計 感受 都會讓你覺得說 這車是底盤好 或者是不好 底盤用料有差 對 還有這個 以前最常遇到的 一樣是三腳架 那你把這個日系車的三腳架拆下來 跟歐系車 甚至法系車的三腳架拆下來 那其實兩個的這個 粗壯的程度 跟結構 重量 不一樣 日系車做得到 但是 要看他賣多少錢 好 你例如說 樹霸路就做得到 我覺得樹霸路就很接近 歐洲的 底盤了 樹霸路的底盤就很接近 因為我們看他底盤的那個零件料件的 重量啊 跟他的品質 跟他的 結構的強度啊 其實 我覺得蠻高的 所以那一次我拍那一集 STI的時候 發現他的 後車廂蓋打開不平整 有一個這個後 後結構 結構感在那邊 很粗 所以說 一分錢一分貨 應該說 看出廠 他這個 廠牌 這個車款的車出來 他想要 賣給什麼樣面向的人 他就可以做出這樣的面向 可是不是一昧的做得很厚啊 做得很硬啊 就是好的 你還有配重的問題 跟油耗的問題 所以這個 其實我覺得那個 科技層面蠻高的 你不是弄越高越好耶 把整台用跟裝甲車一樣 結果你有沒有發現裝甲車其實都開得很慢 速度都不快 對不對 裝甲車以前可以開個 50公里60公里算很快了 所以不是重就好了啦 速霸入未來能按照自己的意向來自車嗎 Toyota入骨以後怎麼看 其實Toyota入骨以後就 坦白說 有一點點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點受到干預 就是 他還是 蠻不得已的 有朝著 賺錢的那個方向 可是本來就是要賺錢啊 的確現在的車是 越來越沒有那個以前 速霸入的那個味道 不過我覺得 因為他銷往 歐洲嘛 所以我覺得 一些比較性能的房車 我覺得開起來也 也還是不錯 目前看起來還是不錯 其實現在比較新的 這個Alpha坦白說我比較沒有經驗 我曾經開過 146 156 147 我只能說這種車 就很類似 很多人喜歡問我 比如說類似一些 菲亞特500啦 還有以前非常喜歡的一些 菲亞特 Cube Ponto 其實我覺得 代料 是一個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 他們的這個車 我覺得類似 這 我剛舉的這種類型的車 他們那種脾氣就是比較 結傲不遜 好不好 它是 真的就是需要你去 關心他的車子 那如果你是一個開日本車 國產車 開酒的人 你去開這個車 你會覺得這車很煩 啊這 我都很 很像吧 我以前很喜歡一個廣告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菲亞特500的廣告 它是那個黑紅配色的 然後一個西班牙的女生 有沒有 穿著一個裙子 在那邊搖來搖去 抹個大紅唇 然後他媽好像要親你 又把你推開 有沒有 有沒有 看起來就是 那讓男人有征服感 又 火辣辣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那個廣告 拍得非常好 他徹底的把這一種 烈口味要很特殊 你知道嗎 反正那種男人愛車的那種 心情刻畫得很輕 他就是很漂亮 你覺得他熱情如火 可是有時候又覺得 他覺得他很男鄉 然後你就是要花時間 對不對 那就好像說 老婆有一天問你 欸你問老婆說 欸 阿今天晚上要吃 然後老婆就說 阿隨便啊 你說阿不然我們去吃 孫東寶 蛤 阿但是孫東寶 阿怎樣 那我們這個 我們去吃火鍋 喔 天氣那麼熱要吃火鍋 喔 阿不然我們去吃 喔 你差不多說 差不多 一二十種有沒有 每天都 都有問題 你知道意思有沒有 所以下次我教你們 當你們發生這種問題 每次跟女朋友 討論不出要吃什麼的時候 你不要問他說 我們晚上吃什麼 你問他說 你猜看看 我們等一下要去吃什麼 然後 他猜出來那些答案 基本上裡面 就會有一個是他OK的 好不好 有沒有學到 看小獅長姿勢好不好 讓你天天換姿勢 你就讓他猜 他講出來都是他想吃的 好不好 他都不講車 講到那邊去 我看一下 呵呵呵呵呵 CX5RAV4 不考慮碎金保養折舊率 小獅哥會選哪一台 問我不準啦 其實要看你自己的 可是我還是很強烈的 告訴大家 就是建議 要買車要換車的人 你要買車 你一定要把外觀 跟內裝 看了會喜歡 列為最大的要素 我覺得 因為 這個東西要回來陪著你很久 你要每天塞 你帶一個沒回來 你光看他你就不順眼了 你是怎麼塞 你怎麼塞得下去 齁先 與其不論好不好開嘛 對不對 省不省油嘛 好不好照顧都不管 你光看了你就 賣得好 你就覺得 喔 這 啊 提不起興致 那就更不要說 開起來怎麼樣了嘛 照顧起來怎麼樣了嘛 AMG155已經一直 其實有偷偷在賣啊 只是沒有把它PO出來 一直都偷偷有在賣 已經有兩三個有來 看過車試過車了 W204 W203 W204 喔喔 哇塞的意思啊 你說的是那個 總代理的 還是那個水貨的是不是 啊 其實喔 我覺得總代理有總代理的好處 外匯車有外匯車的好處 這個真的蠻難 蠻難選的 歐寶06Extra 我建議是不要了吧 歐寶 其實台灣很多車子 我不是說歐寶的車不好喔 其實歐寶以前也是一個 刺詐風雲的車 我爸 我小時候 我爸也是開歐寶 大概是我 國小國中的時候 所以 我覺得現在是因為台灣沒有 沒有所謂的 保修的管道 而且都是一些很舊的車 我坦白說 你光06年現在一些日系車 國玩車 零件取得就其實就已經不容易了 那你更不要說是14年15年的特殊車 我倒覺得 除非你非常有愛啊 凱燕到現在花了多少整理 沒有啊 凱燕就只有上次小陳那一次弄完 就是影片上面的錢花完之後就沒有再花錢 目前還沒有再花錢 我還沒買過耶 有機會 等我有買到 我再跟你分享 7.5代2.0 7.5代是哪一代啊 雅哥7.5代是哪一代 我的媽都沒有在記這個 怎麼辦 7.5代是後面小三角形的燈啊 不會啊 那車很棒啊 7.5代很棒啊 還買得到啊 只是很少 唉7.5代2.0還好 3.0的變速箱很容易壞 7.5代3.0變速箱很容易壞 被女三寶追撞屁屁 後門板考 後保桿更新 傷到後保桿內鐵拉回 會影響中午車價 會 保桿內鐵就會影響中午車價 然後尾門的板考就看得出 尾門有板考的痕跡 會影響中午車價 植物魚1.0好癢啊 開5年殘值高嗎 預期會很高 為什麼預期SWIFT的1.0 開5年後殘值會很高 第一個 你現在光0607年的SWIFT啊 市價齁 都還在逼近大概20萬左右 2005年 2006年耶 2006年現在14年了耶 14年了 現在還要將近20萬的價錢 SWIFT1.0是嗎 16的耶 17喔 好像17年的吧 那個差 十幾歲耶 你那個再怎麼折喔 我跟你講折不多啦 155是油壓懸吊 對啊 它是那個電子懸吊啊 X530i開了19年 你修了N1 01年的第一代X5喔 那個就看你有沒有愛了啦 有愛的人還在修啦 其實我賣過一台也是大概這個年紀的喔 那個車主是我的老客戶 他陸續以來已經跟我買了 四五台車了 他的第一代X5我賣給他那一台 除了還在開以外 你現在看到他 你絲毫看不出 是一台十幾年的車子 那台車 非常的漂亮 你走在路上 看他開過去 你就是會 吸引你的目光 因為喔你知道老車只要顧得很漂亮 開在路上就會吸引人的目光 漆又很亮 然後顧得這樣 整台這樣 哇漂亮 所以就是看有沒有愛啊 好不好 Saverling Tienna 哪一台比較好照顧 其實兩台不太一樣的東西 那如果我們硬把它 說到是一樣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Saverling比較好照顧 可是喔那個 利鳳 我覺得Saverling比較好照顧 是因為他 他的零件 中華零件其實蠻便宜的 啊 我坦白說 比較稍微 那Tienna 坦白說 他的東西的這個 質感會比較 好一點 所以兩個我覺得是不一樣的面向 因為Tienna 他講求的就是用料實在 隔音很好 很安靜 然後引擎的運轉很順暢 然後配備給你很好 但是配備給你越好 當然他 發生問題的這些電子零件的機率 就會越高 但是你換來的是一個 開起來很穩定的轎車 就有板頭的車 那Saverling是說 你可以買到很大的空間 很好照顧 你如果不計所謂的油耗 不計這個 隔音好不好啊 不計會不會跑啊 不計馬力 不計什麼 那他其實是一個便宜又大碗的一個 尤其又你家裡人口數多 或者是你習慣常常載很多東西 你要做生意 那那是一個很棒的車 所以 你要看看你是要享受要舒服的 還是說你要經濟 然後實用 那是不一樣的 因為Saverling我之前也曾經賣過很多 是他們買回去 是除了全家可以載以外 他自己可以做點小生意 有的載酒啊 有的送貨啊 他可以載一點東西 還蠻多 買Saverling的客戶都是因為他便宜又大碗 因為你現在十萬左右 十來萬左右可以買到一個七人座 又好照顧零件又便宜的車 又簡單 萬年的四缸引擎 4G63 萬年的4G63 啊這個4G63跟 EVO4G63不一樣喔 他只是好看而已喔 他是Saverling的4G63 黑頭的好不好 所以其實要看你自己的用途啦 但是話說回來 自己喜歡最重要 Place要看你裝情雨窗的 出發點是什麼 有些人是抽煙 抽煙下雨你如果開一點窗戶 情雨窗能幫你遮水嗎 那有些是說 家裡有成員坐到車會暈 車需要空氣的流通 裝情雨窗 如果你是這個原因的話 後座為了空氣的流通 建議四個都裝 但是風切聲會變大 然後車子會變比較醜 拖鞋重烤也是很吸睛 當然很吸睛啊 我店裡面現在有一台混凍紅的特製喔 超吸睛的 BOBO則就是本場跟雙BB想買V60 BOBO買二手車很划算耶 車子因啟動保固時 將變速箱的螺絲牙崩牙 車商又以 前手就弄壞為理由要索取費用 這樣合理嗎 當然不合理啊 我在這邊跟大家講一個重點就好了 基本上吼 不管是 原廠認證中古車 或者是 各大車商聯盟 他們所謂的保固這個東西就是 他畫了一個圈圈出來 然後 作為一個行銷的依據 因為很簡單嘛 每個人消費者要買中古車問 保固多久有沒有保固 你只會這樣問嘛對不對 有有保固 兩年 兩年 二十萬公里 五年 八十萬公里保固 結束了 你不會再去問說 好 怎麼樣沒效 怎麼樣的狀況 好 可以幫我處理 怎麼樣的狀況是我自己要處理 他不會跟你講那麼多嘛 你也不會問那麼多啦 好 那你要問 保固怎麼保固 喔 沒關係 我們這個九大基建 十二大基建 好 一百零八項產品 三百六十七項的這個 好 這個 系統 都有保固 嘿 我們到時候會給你保固手冊 好不好 然後 結束了嘛 你還能問到多細 你想問到多細 好 你內行的 除非你問他 那皮帶有沒有保固 水棒譜有沒有保固 空氣流氧機有沒有保固 海洋感知器有沒有保固 對不對 或者是這個驅軸 感應器有沒有保固 解氣門有沒有保固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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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去問這些東西嘛 所以一切都是等到你已經交完錢 過完戶 喔 交車的時候 給你一個保固手冊 跟你講 說 欸 那你要回這個指令廠去喔 啊去啟動保固 靠呀 啟動保固又要花五千 又要花六千 進口車媽有的要花一萬 那這個五千 六千 一萬是什麼東西 保險的概念嘛 你懂的意思嗎 你到這個保修廠去啟動保固 然後你給他一筆錢 他收的這個錢是什麼 保險費 就跟你保什麼癌症險 那媽意外險 殺小險一樣 你已經先付了一個錢 買一個保險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保險 齁 你還不一定穩贏的 你本來以為 你保了一個險 骨折有賠 對不對 結果等到你骨折了 你要去申請的時候 還說 啊你怎麼骨折 啊我怎麼跌倒 喔沒有這個跌倒是這個 人為因素 沒有沒有 跌倒骨折 我們沒有 我們試這個外力 齁 如果你走在路上一個招牌 掉下來 砸到你骨折 這種外力的意外的 我們才有 啊你就說 幹那怎麼會這樣 當初不是這樣講的啊 來來保固手冊拿出來 齁我們這裡有寫 齁 要意外骨折才有賠 齁 所以其實 這個東西 我不能講完全不對 因為他要保固 一定要給你一個規範 不可能 沒有規範就 隨便全部都保 齁你回去 跟他說 這個皮裡破一個洞也保 齁你跟他說 方向盤拉起來不順也保 齁你跟他說一個燈泡小燈燒掉也保 不可能 一定要有規範 只是說這個規範 對你來講 到底有沒有用 到底給你多少的保障 這個就不一定 好不好 一般的警報器 會不定期的亂想 有幾個 有的是這個 震動感應器 久了壞了 那有的 原因會是你的六角鎖 就是 catch 我們常常在講catch 就是那個開關門鎖的那個 呃 六角鎖壞掉 或者是 有的引擎蓋 或車廂蓋 有一個可以頂的有沒有 你引擎蓋起來 他就把他頂起來 然後就 不會偵測到 但是你如果這個東西壞了 蓋起來沒有頂到 或是頂起來 他認為你還開著 他就會一直叫 我真的遇到一些客人 他會 說 欸小四哥我的什麼車 引擎啊 有一個聲音 然後我就說 哇你這樣講 我真的聽不太出來 你要不要去找 修理廠檢查一下 他說有 我的修理廠跟我講沒有問題 我說 欸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吧 他說 可是喔 我開起來我就覺得有個聲音 我說那你要不要換間修理廠檢查一下 然後就說小四哥 如果節氣門壞 有沒有可能會這樣 我說 欸這跟節氣門應該沒關係 那小四哥你覺得 這個會不會是 皮帶盤的問題 我說欸 欸我真的沒有辦法隔通抓藥 你要不要換一間修理廠再問問看 喔 阿小四哥我去原廠查他也跟我說沒問題 所以喔 現在有些醫生喔 像我有一些客戶是醫生他都說 現在的那個 病人啊 都會google看診 你知道嗎 喔 欸現在我那個 醫生我覺得我這個手喔 這個 長一個水泡癢癢的 這個是怎樣 然後說 嗯 你這個可能是意味性皮膚也 然後說 欸可是我google喔 跟我講說 這個可能是什麼髒東西 怎樣怎樣什麼衝搖的耶 然後 嗯 我的經驗診斷是意味性皮膚炎 然後欸可是我去google 又跟我講說 這個可能什麼什麼 這時候你就看到醫生轉過去打電腦 你以為他在開藥 不是醫生也在google 看大家都google看病就好了 MK5 1.6鑰匙啟動無法發動 重啟補油門發動什麼問題 你看一下 汽油幫補吧 會不會汽油幫補壓力不足 因為無法發動有分很多種 我們 我之前有拍過影片喔 無法發動有分 是連打都不打 還是打了之後不點火 還是打了之後有點火不送油 基本上那個聲音都是不一樣的 還是打的時候不情不願 心不甘情不願的打 所以其實不太一樣 是WD Escape Outlander 比較推薦哪一台 S-CAP S-CAP 你如果有4WD的需求 那你就要買一個真正的 也不算真正的啦 比較偏越野風格 就是S-CAP 評價車款後座適合老人家方便上下車 很簡單阿 你就找一些車比較高的 例如我不知道你的預算多少錢 例如一些像Solio 或者是像這個小型的SUV 或是真正的SUV 那車身不要太高 例如說其實我覺得 CRV就不會很高 但是其實以前齁 我賣最多的這種老人家上下車方便 是屬於像Solio那一種車 然後現在的話可能就是 一些HRV 或是Kiss那一種 稍微比這個轎車高一點點的這種 剛好老人家腳跨上去 剛好屁股可以坐上去 那因為有些休旅車太高 他又要爬又不行 所以要剛剛好 他腳進去屁股移上去剛剛好 所以我覺得可以試坐看看 看到覺得說有一些這個 平價的小休旅阿 覺得可以的話你可以幫這個長輩齁 去試看看 要如何保護漆面才能長時間量 我覺得是長 呃當然你停放的位置阿 坦白說要很勤勞的洗車跟打蠟 像我 有一個客人 他一個禮拜大概會來我這邊洗三次車 大概一個禮拜 我覺得他至少會打一次蠟以上 就細蠟這樣堆有沒有 用手打 那個車他每次來的車喔 就算下雨天都很亮 那因為你盡量洗掉一些附著在 車上的髒污 酸性物質 齁你就 鳥屎什麼 你就盡早就把它洗掉 所以要勤洗車 那真的要蠻照顧的啦 F10建議哪個年份 其實沒有一定建議哪個年份耶 可是 我覺得B&W的車是這樣齁 你如果真的要買齁 你要取決於幾個 第一個里程數不要太高 然後第二個 前車主的用途 跟他的存放環境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經驗看起來 我覺得B&W車子 真的他的油風 一些橡膠塑膠的那個 老化烈化的速度阿 真的有比其他進口車快一點 尤其說 他又常常是比如說 他的用途都是在塞車 或是天氣熱 或甚至他停外面 或他停放的環境不好 那我覺得都會加速他漏油的狀況 可是你不要想太多 以後 就算他沒有漏給你 到你手上 也是遲早的事情 沒有因為我覺得現在修車 你可以 所以我覺得Google Google去尋求解答沒有問題 你只是說給自己一個底 說嚴不嚴重 可能是什麼 但是你不要去質疑 你已經到了現場了 然後人家幫你斷整 整斷了 那你不要去質疑說 欸是嗎 我怎麼樣 人家是總是有經驗的嘛 對不對 我是這樣覺得啦 那你用那種質疑的心態 當然會讓人家覺得很不爽 馬六零六 冷車發車子 洗火 電片 漏氣 哇那個可能引擎要整理的喔 那個馬六 聽起來 一周就小事哥那邊洗幾天算白目 不白目啊 你如果車是跟我買 你每天來我都很歡迎 真的真的真的 那水沒有你多貴啦 像那水要做什麼對不對 啊有些 他們常來洗車洗一洗 然後他們拍謝 他們就冠一包飲料來 啊有的冠一包油飯來 冠一包車輪餅來 冠一包雞排來 我跟你講外面那些都變多胖 你知不知道 那你看泰山就知道了 來這邊都胖幾公斤 每天都有東西吃 所以你常來洗沒關係 我覺得喔 飲料還比水貴對不對 啊汽油再便宜下去 我們就用汽油洗了啦 好不好 都還沒收日食嗎 新款日食嗎 Popeye你是說 Eclipse的什麼 Cross是不是 還是真正的日食 我心目中的日食 不是那個日食 好不好 我心目中的日食是 Fopore的那個日食 你問的是哪一種 3.5代Focus值得買 值得啊 你花那個錢沒有人跑得過你 也沒有人比你 跑得過你都比你難養 好不好 你花一樣的錢沒有人 買Focus的話 3.5代 你花一樣的錢 沒人跑得過你 而且跑得過你的人 也沒有你好養 F-10 變速箱有災情 我遇過 但是 呃比例問題 比例問題也不是 誇張的高啦 賣過最貴的二手車是什麼 啊就上次那個兵力 應該就很貴了吧 我還賣過更貴的嗎 其實我也忘了 Blenor我喜歡 我非常喜歡Blenor 超過Swift 屌了吧 想不到了吧 我喜歡Blenor超過Swift 想不到了吧 我看有沒有猩猩 我在說為什麼 哇 我會選HRV 我會選HRV 欸這個 我 你們給我二選一 我的答案不代表什麼任何立場 就是我單純我自己喜歡 好不好 啊你們就參考忘聽 這樣 啊不一定要列為你選車的理由 好不好 Polo 61.637 倒車緩起步發滿 左右打就會有奇怪奇怪的聲音 是上座軸程 你要看那個聲音從哪裡來啦 你的奇怪奇怪是從上座來的 還是從這個 底盤的傳動軸來的 方向機來的 你可能要抓一下 其實我跟你講大家你要去抓聲音 一定要找一個人幫你聽 就是你打的時候他在前面幫你聽 確認那個聲音在哪裡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準確 或室內有沒有 以前像我對於室內的噪音就是很 我很不能忍受 車子裡面有很奇怪的摩擦聲響 所以呢以前我都常常 比如說叫我老婆坐後面 我開車 我說後面一直有個聲音 你去後面幫我聽 然後我就開 那他就抓到 啊C住哪裡 然後我就把它弄好 就是你一定要兩個人去抓聲音 這件事 因為你坐的位置你聽到 你只能聽一個大方向 你沒有辦法知道那個點在哪裡 不然你就是叫別人開 你自己去抓 DSG其實我坦白說 我上次拍的那個Rapid真的不是在說 DSG很爛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在高速在爬山 中高速開起來真的很好開 可是我就覺得在塞車的時候跟下坡的時候我覺得不好開 單純就這樣而已 然後呢也有很多的留言說 呃他們開新款的不會 那的確我也賣過新款的Golf齁 其實開起來的確會順暢很多 DSG剛出來的時候它是一直在進步的 其實10年啊09年的那個Golf其實開起來真的更落賽 所以它其實有一直在修正 以後Bernetto賣小事可以在我這保養 來啊來啊來啊 來啊 你是說 欸不行 你這樣不行啊 你要先 你先說你會在我這保養 以後才說要賣我 那我得看你的車顧得好不好 呵呵呵 Bernetto印度做品質OK啊 印度人便宜欸 E4的Q3 1.4T 其實這有一點 其實買歐洲車像剛剛問的奧迪 B&W這種車啊 我都建議買年份月薪越好 因為其實他們的科技是有進步 你看像這個E3跟E4 我覺得就 就有點微妙 但是我還是會覺得新款的會比較好 那台巴士在做大改造改成魔鏡號 好不好 改成魔鏡號 好不好 大家晚安啦 美好的夜晚啊 送客啦 大家晚安